好,回到第二節的這個中央廣播電台的粵語節目 自由廣場,桑普時間,我的節目主要人桑普,我是家聰 太開心了,家聰,我們連續講了這個今天連上星期第四節 我們剛剛講到一個重點,就是離開蘋果日報 你來到這個地方是一個國際媒體的工作 國際媒體繼續從事的記者工作,很多人會問,喂,有些分別 你不在現場,你沒有看到真實的事件發生 那你現在記者,你就是人在台灣,那你想怎樣呢? 是不是炒稿,炒新聞呢? 或者你想要做一些什麼的新聞,能夠使人家滿意? 譬如說,今時今日,國際媒體之外都離開了媒體 英國有這個追新聞,台灣有光傳媒,那些不算大 但是起碼就是出名的,那他們資源非常缺乏 那麼國際媒體可能就會相對會好一些 但是無論好與壞都好,記者不在現場 記者不在香港,不在中國大陸 那你怎樣能夠將一些真實的,直接的,即時的新聞 和大家能夠反映到,喂,發生什麼事 你在這個地方,怎樣去補足這個缺陷,或者說怎樣去做呢? 我想說,簡單一點可以回答到,就是盡做兩個字 因為,不要說我們作為海外,或者其他離散媒體 甚至乎在香港的,例如BBC,他們都仍然有人在香港 在國安法界線之下都是盡做 好,好,很多人都問這個問題 你不在香港做什麼香港新聞 你都沒有了一個在地採訪 當然在地採訪是,我視為是一個優勢 你說是不是不密呢? 我覺得在今時今日這個年代就未必一定 譬如,很簡單 如果大家很仔細地去思考一下 後平的年代,或者近五、六年 或是國安法前,你數回五年左右 很多香港的很重要的新聞,譬如政治新聞 有多少真的要在地去做呢? 因為我應該說,現在科技不同了 你有記者會,全部在網上是有的 我又要刷一刷,賺一賺台灣 台灣的記者會真的很好 他不單是網上有現場直播 他還要前一晚問你記者,如果你去不了現場 就可以入定問題 有一個新聞官幫你問 也不會修改你,賺一下台灣很好 香港當然就沒有這些 但是很老實講,今次今日大家在香港 還敢問一些很critical的問題 這個我非常之誠意 我們在這裏做的新聞就是 我們覺得是個角度問題 因為正如我上個星期都有講 很多新聞其實就已經去到國打五十大板 甚至乎現在連打五十大板都沒有 現在真的側在一邊 側在一邊就是 要不就比較 露政府立場 要不就純粹報個fact 但是說完了 就這樣了 沒有批判角度的新聞 而我們可以做的就是 補足批判角度 第二就是 以前有很多我們認為是 不需要避忌的新聞 今時今日在香港是不可以做的 譬如 政府官都說了 一些海外的流亡人士 就算他沒有說得很白 你不可以訪問他 但是你有多少間香港的媒體還敢做 但是你海外的國際媒體 甚至乎其他的離散媒體 他們還可以做這件事 這個也是一個空間來的 是 這個也是一個空間來的 好了 至於你說 有沒有一些獨家新聞 這個絕對有 因為 因為香港很多人不能報 不等於資料 我們所謂的消息樂園是死了 嗯 當然在報道的時候 我們要很保護一些消息樂園 我覺得這個空間是仍然有的 甚至乎有時候 我都經常收到一些報料者 他們就說 以前這些就是要報給香港的蘋果 文明報 但是現在都不敢報 寧願出口轉內銷 希望透過海外的媒體去補回這件事出來 所以我覺得 我們的空間是有的 是 因為始終在台灣 你都可以叫做很多國安法的紅線在這裏 那你做新聞其實真的 比在香港好做 當然其實兩者各有好處和平衡 但是我始終覺得 在外地做香港新聞不代表是沒有出路的 嗯 你真的在地的好處是什麼呢 譬如假設 你說今天廟街開一個 家用魚蛋鎮經濟 那我們就少了一些 當晚現場的畫面 可能會 嗯 但其實現在在網絡年代 很多 尤其是外電機構 譬如美聯社 路透社這些 其實都有很多資料 因為都有記者在香港 他們有片 有相片 有內容 也都可以多多少少的捕捉到 而我們就是根據這些 我們叫FAT 再加一些批判角度下去 嗯 即是三大新聞社 即是美聯 路透發廣 這是三大的通訊社 很多記者都在裡面 你會覺得 有朝一日 這些外國記者 剛才你說的 路透 美聯等等 會不會有一天都會被人趕出香港 我 我就 可能被人罵 趕完出來 我覺得 我覺得 未必會 嗯 他怎麼都留幾間在這裡 是 我不可以說這些媒體是花瓶 而是 政府如果 將所有 這些 這麼出名的外國媒體 趕走 對香港 已經沒有什麼形象 是更加低落 所以我覺得 未必會做到這一步 但是他會不會有其他方法去 去限制 或者去spin 這些我就 不清楚 這些是可能會發生的事情 但是 我覺得 不是太看到他會完全被禁止他們走 等於你現在 北京 就算你說 現在 其實 已經不夠以前 胡錦濤 或者 江澤民時期 這麼開放 但是 北京仍然有很多外國記者 他不會趕走他們 我同樣道理 香港一樣 始終要留一些花瓶 或者一些門面要穿 但是這個是兩方面 他又試這些為花瓶 但是我相信這些外國的新聞機構 他們不會當自己是花瓶 也都不會甘願做花瓶 就是大家都是 好像剛才說 在一個有限空間裡面 可以做到多少事情 就盡做 所以我覺得 你做的事業 讀的書 寫的文章 非常有意義 就是我這樣聽下去 你社會變關於香港 《蘋果日報》的前世今生的歷史 都幾開心的 就是 挺有成功感 還有我覺得 歷史意義是 很有 在這裡 有篇文帶的文章 當時要捧讀這個 李家聰先生 李家聰先生 關於《蘋果日報》的這個文章 還有這個海外媒體 繼續做這個 真正的新聞記者工作 能夠報導這件事 這些報導的內容 除了香港之外 有沒有涉及到中國的內容 有 還有中國也有 台灣也有 我反而覺得 是 我也做了幾多台灣的新聞 一來台灣有 真的有一個在地採訪 可以做更加多以前自己 比較擅長的 畫面的故事 畫面的專題 還有 本身台灣這個地方 其實我看法就是 你起碼未來五至十年 亞洲一個 大家會關注一個地方 因為你 台海就已經 最簡單牽涉到 中美兩個大國 更加牽涉到 跟日本南韓等等國家的關係 所以 台灣根本就是 肺解一個應該要注視的地方 也都 為什麼近這幾年 這麼多外國媒體 紛紛都要立足在台灣 是 我沒有間錯的 五二零就即演說 看到很多外媒都來到這個報導 跟外賓也都相當多了 所以看到台灣的 那個 能見到 即是越來越推廣 希望我們國家 能夠做得更加好 所以我經常都說 在香港做了二十年新聞 又見證了一個 所謂回歸初期 去到 我們叫做 後回歸年代 香港的民主自由下跌 香港的民主自由下跌 只有這麼厲害 香港變了 到我現在人生 好 一世不好 大半世 來到台灣 我想 未來十年 如果看著台灣的變化 都是 幾個人 因為我也都深信 台灣 會在未來十年 會有很多不同的變遷 變遷 好的 我相信都是好的方向 你對台灣的地方是樂觀的 樂觀 樂觀 說真的 當日 香港人基本上都有權去英國 英國就真的很安全 從地緣政治上 經濟上 什麼都好 台灣一定是風險高 大家經常說會不會打過來 我覺得不需要想那麼多 來到才算 滲透呢 不要怕很嚴重 這個就是 我不太懂 評論 究竟台灣滲透這件事 我只是覺得一個 民主社會 我只是想想一件事 民主社會 你有共產主義 有資本主義 有什麼主義 就是大家 我覺得 只要對人民有信心 其實我本人就不太害怕滲透 你等於 美國一樣 可能也有共產黨 也有什麼 只要民主機制夠成熟 是不需要怕任何其他聲音 是啊 最重要就是說 眾星圈蛙 能夠將不同的聲音 表達出來 我相信人的理性 人的智慧 是可以克服很多困難的 我想在台灣 除了關注新聞 讀書之外 有沒有一些娛樂 啊 這個 教壞小孩 我本身在香港 很喜歡打麻雀 打雀嗎 英文 我記得 來到台灣一年 我記得頭四個月 那時候 因為 證件問題 我又出 離開不了台灣 去不了旅行 那年的年初一 早上 因為台灣的店舖都收了 早上吃麥當勞 夜晚吃家人雞 很悶 上網就看一些Live 來打麻雀 於是Facebook 就很厲害 彈了一堆東西出來 其中 就說原來有些 台灣人很喜歡 就招募一些腳 一起去家裡打 這樣 陌生人 是陌生人 於是膽粗粗去玩了一次 學會真真正正的台灣麻雀 所以我想跟讀者說 大家在香港打開那種香港麻雀 跟台灣那種香港麻雀 是兩個世界來的 是完全不同的東西來的 香港的台灣麻雀反而 還要複雜很多 這個我覺得都幾有趣 因為 不只是為了玩這件事 因為我來到台灣 第一層就是香港人堆 第二層就是 花學的學術圈子堆 第三層就是 記者媒體堆 我覺得 我貼不了地 但是反而我打麻雀的時候 認識了很多 做警察的也有 當兵的也有 軍官也有 理長也有 開包 買包店也有 做地盤也有 做地產也有 我認識了很多不同的人 當中有些麻雀腳是 真的做到朋友 會出來吃飯 聊聊天那些 因為我有很多話說 我發覺我打麻雀之後 我是覺得自己 在地了很多 不是說以前 只是一個 政治新聞的角度去看台灣 我真是深入了台灣的 真是最 最 最 那一層 更加了解到這個社 我覺得整件事很有趣 很有趣 打著 原來是 英雄匯 因為台灣的駐馬很小 輸贏不太重要 我覺得 認識一堆朋友是最開心的 就是令大家 保持一種 你可以入到地 看到不同行業的人 不同工種的人 他做的事 我想這個就是 從來都沒有試過的 一種 一種這樣的感覺 那你看回 在這個過程中 其實你的社區 其實 你的打出的人 是不是都是你社區裡面 住的 不是不是不是 就是全台各地 是一個叫做三重 大家認為是很複雜的地方 嘩 三重的地方 嘩 那你會不會害怕 陌生人 初初很害怕 第一次就是 帶了極小量現金 然後把銀包的東西 全部都鎖在車上 就是為了一打仗 都要冒這個險 都要冒這個險 因為那時候太悶了 看到家人都去過了旅行 我又沒得去 然後台灣認識的 香港人全部都去過了旅行 台灣認識的台灣人 每個人都回鄉下 可能在南下回鄉下 那樣真的很悶 所以就 淡粗粗事 但我覺得是好事來的 還有打麻雀 我是體驗到台灣人那種可愛 譬如我 有一家人是經常打開的 我去了幾次 他知道我喜歡吃露水的東西 他就整整天 我去到 他就熬一大煲露水 然後就拿那些保鮮袋 就包幾包給我拿回家 那還常說 家中你一個人在台灣 你多些過來 不一定打牌 我們每晚七點鐘開飯 因為他每晚七點鐘都會煮飯 你過來吃 很感動 為何會這樣 我記得第一年的中秋 我是很忙 沒有去打牌 那一陣子 他會打給我 家聰過不過來 我以為他找我打牌 我說不打了 今天很忙 不是啊 我們燒烤 你過來吃 吃完就走 我們準備一些東西給你拿回去 不要打牌 不用打牌 你過來吃完就走 我真的想想你有沒有這麼好人啊 大哥 是啊 這就是台灣的人情味 我都希望家聰在台灣的生活愉快 一切都美滿 也都希望大家在台港人很開心 這個不用希望了 已經很開心 現在已經很滿足 很滿足 真的很滿足 所有東西是 比我想像中來得更加好 希望家聰祝福你 一切順利 也都希望所有聽眾 在台灣的 在任何地方 在香港的 都是繼續 滿懷希望 繼續努力生活 我們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好 我們下個禮拜時間 這個節目再見 拜拜